昨天我出了一幅圖拍照淘大雨的CD 但竟然有人打給我又WhatsApp我問 師傅你有對Model 5嗎? 我搞笑的 你可否尊重一下我 你看後面的喇叭 是的 我有對Model 5 所以今天就特意拍片說回 這對喇叭的牌子是KLH 是一個美國的牌子 型號是Model 5 Model 5在之前六七十年代已經推出過 是一種很經典的Monitor的喇叭 那個箱差不多大 但單元不同 現在再推出一次Reissue的Model 5 我是被它的產品照吸引了 我看Facebook看到它的產品照 原來香港有代理引入了這對喇叭 我本來約試聽 不知道它是否認得我的號碼 師傅我通常都是AVM 射機 不如我傳一對上來 一起聽聽 配膽機會怎樣 他們很友善 就傳了一對上來 代理也來 發覺插到膽機 一拍即合 即是大家都很滿意的效果 一拍即合的意思就是 聲音底本身很搭配膽機 我用旁邊的單端300B 不過是八瓦九瓦輸出 竟然推到它出來 還有少許遞任 靈敏度在數據上是90.5dB 不算是非常之高 但是插到單端300B上 又挺好聲 又推到 我都覺得它算是一隻二推的喇叭 除了二推 我發覺它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很容易擺位 那天一上來一拆箱 我都沒有 怎樣量度尺 目測 就這樣擺在這裡 那個音場就已經 出來了 當然有些微調 我現在toe-in了少許 非常少 但是我當時兩隻 平排水平地擺在這裡 那個音場 定位各樣東西都已經不錯了 雖然 你看到它連腳都很矮 不是擺得太高 但是我現在 尤其人聲 人在中間偏高的位置 很容易做到一個離霜的效果 所以 都挺好聽的時候 之前大家看到的那雙Sonus Fever 我立即就放了 現在換了這雙Model 5 除了樣子漂亮和易推 另外吸引我的兩個賣點就是 首先它是一個10吋低音單元 有些朋友上來聽膽機 有時都會說 中高頻很好聽 但低音不是很足夠 可能跟喇叭 我現在換完這雙三路的Model 5之後 我現場的低音感是強了 而後面亦都有高音量的調節 可以是Low、Mid和High 不要以為High一定好 在香港的聆聽環境來說 不是太大 用Mid或者Low 其實已經足夠了 我現在用Mid 有時我都會用Low 除了它後面有高音量的調節之外 亦都見到是Single Y Single Y對於我來說是一個賣點 因為 不用多用一套Jumper 有些朋友可能喜歡用Jumper調節 你可能要找一些By Y的喇叭 我自己是喜歡Single Y 簡單直接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的喇叭不需要一個很深的聆聽空間 就算你放近自己 那個聲音表現也非常不錯 你放近自己 音量還可以不需要扭到那麼大 因為我知道很多朋友在家 是小聲聽歌 如果那個喇叭近自己 都有一個不錯的聲音 是可以幫助很多人 在外觀方面我自己就非常滿意 其實它有兩隻木皮 一隻就是我這隻比較紅紅的深色的木皮 另外一隻就叫English Warnet 比較淺色一點 就看你自己的需要 它還有一個免網很classic 這個免網很漂亮 塞石的 很方便 放進去也挺好看 你不用的時候就蓋回它 用的時候就這樣拉出來 KLH Model 5的定價是17,800元港幣 包運費之餘 最重要是包含下面 那隻很漂亮的原廠腳架 這個腳架的設計是斜一點 有原因的 因為本身高音和低音的速度 是不同的 這個斜度是想平衡兩樣東西的速度 最重要是擺放上去的時候好看 我也是被它這樣吸引 如果不是你自己 出去擲一隻腳架 沒有那麼容易 那麼夾 如果你想聽一下Model 5夾膽機的效果 歡迎預約我試聽 Whatsapp 91913844 你一表示你對這對喇叭有興趣 我會在Whatsapp那裏 發出一個規格給你看 即是有份PDF 上面有些數據 你可以先探索 不過我覺得數據上的東西 都是參考一下 你都不知道聲音 最好就是上來這裡親身體驗一下 靠照上 等著用讚賞 曾用真心 認真唱 重著辛酸的歌 還有一邊 請問你 你卻不斷 你有份訊息 你 我會贏 你 我會贏 你 我會贏 你 你 你 我會贏 你 我會贏 你 有份訊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